好,看看我们今天来到的哪里 哦,原来是我们 哦,原来是我们的折腰的拍摄现场 然后我现在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浅浅的大家看一下 看,这是一个什么 欢迎大家进来 哈喽,欢迎大家 这是我们稍后要拍戏 用到的工具 哈哈,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我们等一下 才会找到宁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剧组的场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今天天气也很好 欢迎大家进来 稍等一下 我们稍后就会去找 今天的惊喜家精兵咯 好的,我们现在 先和小编一块儿 来看一下我们的演员 彭妈 大家揭秘咯 嗨 嗨 嗨,这是哪位老师 这是 这是我们的 为演员老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晚上好,确实是晚上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 各位演员的休息间 嗨,各位演员老师们 大家好 嗨 嗨 这位是 大家一块儿跟自己头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会有一个很开心的活动 各位老师知道吗 嗯,是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该知道还是不知道 今天我们 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等着大家 然后我们稍后就一起去揭秘吧 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就先退出 跟老师们稍后再见咯 拜拜,稍后再见 走啦 好,接下来 惊喜嘉宾当然要稍等一下啦 我们先去看一下 我们片场的布景好不好 我们现在先去找一下导演吧 惊喜嘉宾稍等,各位稍等 你们的主公还要稍等一下哦 还有我们可爱的小乔 嗨,看看这是谁 这是我们亲爱的导演 大家都很想牛 都在直播间Q牛 是吗 是我们 因为看您这么的苗条 想请教一些技巧 有没有分享给大家的 多干活呗 就是多多的拍夜戏 每天多拍一点就瘦了 看样子最近 就是剧组还是比较的繁忙的 然后 今天有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惊喜呢 今天啊 惊喜的话 我们今天会有一场很重要的一场离别的戏 然后一会儿就会全部人都要在这里拍 嗯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我们的布景 必须想看 必须想看对吧 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要要要要 来我们和大家一块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场戏哦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场戏哦 就是在这里拍 今天是一个小场景啊 这是一个过场戏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很普通了 因为这是个驿站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里面有些什么样的置景吗 戏 这个场景呢 倒是比较普通 但是这场戏的情感很重 一会儿呢 会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位神秘角色 会有一些很大的波折 然后所有人在这里有很多的类目 好 我要拿着这个是吧 对 因为大家说 想听你好好的讲述一下 好好讲就剧透了 就不能要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对对对对 因为是谁在这个戏的最后咔嚓了 大家得想一想 想一想 听一听 听一下 但是我们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悬念 等到我们正片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块儿去看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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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找另一位主要的嘉宾 然后导演稍后再见哦 今天应该还给大家准备了 小看桌 是 是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去找我们的 有点忘了 惊喜嘉宾咯 好 看一下我们迎面走来的是谁 是谁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先 大家好 我是刘宇宁 然后那个很高兴见到各位 来吧 你给我换个设备吧 你那个有点晃 好 那我们对那个主公说话了 说我的设备不太OK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转交给我们的 您哥来吧 好 把这个弄一下 嗯 把这个线拿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些这个是一定的 是不是 所以也感谢今天朋友们的收看 今天也会看到很多剧里熟悉的场景 包括你们都很喜爱的演员 通寥们 然后包括我们非常优秀的导演 还有整个制片组 待会会一一跟你们去介绍一下 然后让你们也比较好奇的 这些剧组拍摄的流程 什么东西也可以跟你们去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如果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尽量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 然后让自己的朋友都来搜看一下 显得咱们这个剧非常之火爆 好不好 谢谢各位了 靠你们了今天 靠你们撑场的了 今天我是有点紧张的 对 就是很紧张 是 OK 好 好 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我们的这个女主了好不好 我自己有点干 我去找我们的女主 然后呢她今天也担任我的一个 也算一个副主持吧 啊 好不好 那我们去找她啊 走了 嗯 对 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想要在公平上互动的 没事拍不到你们不用躲 哈哈 我都放低了啊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就是 跟我们互动的或者问的问题 然后呢你们就可以都跑了一个个的 这个这是让你们当明星的一个机会 竟然都不珍惜真的是 这个麦给你开一下吧 老师 这个麦开一下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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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像拍夜戏的时候她可以在这上面就是挂好多灯 然后把那个会有光源下来啊 是不是 兜了一个啥不能告诉你 兜了一个啥 来欢迎我们那个那个 子文老师 哎 哈喽 大家 还行 还行 美颜开了 美颜 有我在美颜肯定得开的 否则这个影响我们剧的一个这个观看体验 是不是 那跟大家打招呼吧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宋泽 然后饰演小乔 可以 这个就已经很专业了 咱俩后边是 刚才已经说这是挖掘机吗 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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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是咱们有一个小小的流程 就是先带你们看一看我们日常拍戏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谁的呢 不重要 咱们去看一下 我们里边走 这边走 走 我看到他们在那里边 对 等会去找他们 蠢蠢欲动 对 等一会去找他们 我们现在那个 蠢蠢欲动 不用老师 真不用光 一会天黑在用你好不好 里边要用哪 里边要用哪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就在那里边 一阵子 好像 好像 疯了 疯了 哪边 哪边走 这边 这里 这边刚刚不是走过了吗 嗯 就只有这边什么 从哪走啊 不是 我知道 我们先去那房间看看 走 一会过去再找他们 让他们亮他们一会 演员不能太给他们面子 要不容易飘 哦 这个灯是为了这儿是吗 是 像 这个可能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有点晃啊 从我们现在开始跑了 我们我们感觉俩人是像 像要咬人似的 看到我们就溜溜跑 跑 嗯 对 去那边去 去那个是吧 嗯 嗨 哎 导演 导演在看 是的 那一会一会我们再去找我们导演啊 咱们 好的我们继续走 哎 可能走的过程有点晃啊朋友们啊 一会吐了 好 那你们现在此时此刻呢 带你们进到一个房间里啊 这个房间呢 是一个非常 就是经过我们剧组布置的一个房间 啊 啊 这 嗯 这呢就是一张床 这个就不用介绍了 但这个房间呢 不是我们的房间 是那个苏俄皇的房间 所以他来这个威国找我们的时候 我就住在这个驿馆里啊 啊 这个叫 于 于俊逸啊 驿馆里 他这屋有啥 嗯 反正他准备了一些 他这屋有水晶帘 他这屋有水晶帘 就很昂贵看起来 很昂贵 我们都没有水晶帘 是 那我们看看这个桌上有些东西啊 咱俩像在探宝 探宝 看这个大金镯子 不是 大金镯子 大金镯子 这个大 翡翠 朋友们 啊 这存存祖母绿啊 啊 这个这个呢也是距离一个 这不会像是一个那种开 开那种 哦 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桌的朋友们 谁买到家里就是捡到便宜了 今天朋友们就给大家放这么一个漏啊 谁抢到是谁的好不好 就是给家人们一些福利啊 这个桌的你看 就是非常的祖母 非常的祖母 但确实是给祖母的 是 就是祖母的一个嘛 这是什么 这个没有 这个就画 哎呀 别别 这个就是如果弄坏尾都是平常我戳的 哦 师傅 那这没什么东西了 没什么东西了 我以为他们不是很多呢 其实也没啥啊 就是这个是剧里比较重要的一个道具 到时候具象的 您应该就知道了 啊 抽奖送了 行 一会我问问导演能不能抽奖把这个送了啊 抽奖送了还行 那所以像这种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 就是还比较的 我觉得这个美术上是颜色搭配 包括你看现场点的蜡烛什么的 就很有很有一个这个氛围 啊 它的色调也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温暖一点的 嗯 行 我们往前走 前面他们刚才给我推荐介绍的时候说前面有个地方特别的美 where 就是前面这儿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哦 怎么样 啊 对不起 他有一个就是透视感 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你应该就是走到中间来个回眸一笑了 不是因为我穿了 否则我叫你来干嘛 我穿的绿裙子我不想 我 红配绿 在 我未免也太太 在貂蝉嘛对吧 你这样 你走到中间然后一个回眸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在缩房的房间里面回眸啊 好 一二三 耶 啊 可以了 可以可以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场景的一个布置嘛 啊 刘雨宁给组人 就组人粉丝来了 让我给他问好是吧 你家 你家人来了啊 嗨 嗯 对这就是我们正常拍摄的一个一个氛围吧 我觉得可以去找他们玩了 房间的氛围 姐姐他他走六十分 好 好 不得那个什么嘛 好嘞 不得消耗时间嘛 好的 不过一个点我们干嘛在那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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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不懂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摄影老师 摄影老师啊 我我我从这儿看着我自个儿了 我上电视了 我上电视了 您哥您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这个机器你知道多钱一个吗 大概 这机器 嗯 可能 可能 对对对对 你看你磨叽半天就去找我们摄影指导老师 哇 哥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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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走别走 晚间出来的粉色 是 咱们这个咱们这个摄影机大概这个市价是多少 多钱这么一价 市价 你那个声就别放了 这个机器五十多万 对 这个十多万 对 我差不多这一套百万级别吧 百万级别 对对 如果拍摄当中弄坏了算谁的 拍摄当中弄坏了算谁的 拍摄当中弄坏了 是 有保险公司的 有保险的那还行 那还行 那天导演说了拍摄中间弄坏了所有东西都算难煮的 可以 可以 咱们这个时候做人嘛 可以 那也谢谢了 谢谢老师 哎 我们走了啊 有点曝光了 谁 谁谁谁 谁要露脸 我们配合摄一下 我们配合摄 我们晕得到 要收拾一下 这个是 买特贵的 有点 要积累不过 他要找个点 不过 你自己会在哪里 只有 都招权 你们就是疯了 好像是摄像机也出讲送了 那接下来呢 就要去找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演员 同僚了啊 你看 还是得补个光 要补达的 就是这里边黑 我们要现在迅速非常快地走 预备 走 为什么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停 我们要这么来了 都想吓跑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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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收一收 没有是吧 没有奇怪的东西 好 好 那这个 这是我们当中的一个长辈嘛 也算是不是 哈喽 也不算长辈了 这是我们那个剧里面 我们魏子欣老师 然后呢也是在剧里扮演公孙杨 军师 军师公孙杨 哎 你去哪儿 这儿有组织 啊 怎么了 我在后面玩水枪呢 我走了 我扔了我不剥了啊 对不起 我玩水枪呢 你得把麦给人举的 对不起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老师 不是 这能用吗 哈哈 是就是 我还准备了一个东西呢 啥呀 就是你们每个人资料 得 我得Q一下 等会 你都没记在心里吗 你叫什么名字 没记在心里吗 对 就是很多其实看剧 比较爱看剧的朋友 一定会对我们这个魏老师 特别熟悉 因为他曾经参演的剧有什么呢 什么呢 是腾讯平台的吗 不说了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这回的补课吗 这是吗 我看 这是腾讯的吗 不能啊 这个下面那个呢 这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啊 不喜欢优秀的老师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当然你们都知道 当然你们都知道 他这个参演过好多的剧 脸也非常的 大家对他的这个脸也非常的熟悉 好 还好吧 所以呢 这次你觉得你参与折腰这个这个戏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合作人员都不一样啊 比如呢 这么肤浅的吧 好 走心一点走心 走心一点走心 没有这个我们我们这个戏呢 就非常的和谐 首先是吧 首先是个和谐的大家庭啊 是的 哎 像很不自然啊 这个弄的 好像不太和谐是吧 哈哈哈 就像一个长辈一样 对吧 年龄比较长 那边都是一片孩子 一会就追上他们了 年长者 是吧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四个宗旨就是 严肃紧张 嗯 团结活泼 啊 没有话咱可以不硬说 哈哈哈 好那有什么想问我们 魏老师 你觉得跟他合作过程当中 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 深吻 啊 深吻也不惧吧 所以刚才他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很想笑 就是他明明看起来是个长者 但他其实就是那种 性格 对是我们里边就是最有少年感的 最有少年感的 男人之死是少年嘛 是 是不是 你说 你说 其实无所谓了 因为他真的是 这个这个这个 在整个 因为我身边呢 除了军师以外 还有四个这个F4 对 就是四个小伙跟着我 其实他呢 在我们整个这个氛围当中 是一个大家长 然后试试呢 就是做了一个 成上启下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 要融合一下 融合大家在一起 对 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我们也很照顾 没事总说 就挫着我们说 吃个饭什么的 聊聊天什么的 让我们就是这个氛围更加融洽一些 对 真的有个大哥哥的样 对 但是有一句话 您说您说不着急 孩子们不好带呀 哈哈哈 真的 是的 好来来来 宜君 咱就一个个来吧 咱今天这个所有的出场顺序啊 没有任何的咖背和范围啊 哈哈哈 对 很严谨 看到谁就是谁 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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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拿 拿太金有点有点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浩晨了 这个相信我 你已经和 相信没有人知道 你弄一定有很多人认识你 因为他们好多人在我看到咱俩的合影的时候 都会说哎 这是应勤 哎哎 是不是啊 那回乐宋里面吧 也参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看看啊 我等会我看你还有什么玩 哈哈哈 还有什么玩 你帮我举一下吧 谢谢你了 我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嗯 你看我该说 我跟他说 那你去看我 那我拿回来 那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不安 你去看我 你去看我 做话剧导演自己也开了一个小剧场 然后在哪呢 在厦门 厦门剧场叫什么名字 戏原剧社 哪个戏 就是戏的戏 戏剧的戏 然后语言就是一元副始的元 哦 戏原剧社 然后没事 一般他是这样的 他是有戏拍就先拍 没有戏的时候回去他也特别热爱这个话剧 所以就搞一个小剧场 然后大家没事可以去溜达那档 可以去看看 好不好 谢谢 那你在剧里你是扮演谁呢 演卫渠 卫渠 也是我身边的这四个 小F 什么四个 四个家匠啊 可以这么说 好嘞 那我们下一个 先先看一看 那个 慌尚老师是不是补个粉 哦 谢谢了 我是不是油腻吗 我已经 哇 再这样我就每人补一遍啊 不管往哪补 出汗了 来给大家打招呼吧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卫肖 你自己叫什么名字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依宏 这个人就是已经轰到不行了 以前两天播的剧 这个里边也有 也有他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很多人很喜欢 你说怎么 我还没说 我能说是吗 我能说是吗 我没说是吧 哦 我以为有什么不能说呢 是不是啊 那你觉得这个这个戏 你参与下来觉得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嗯 就是 很有 你不容忍 我 你不容忍 你这一样 你这一样 你这个台词 你知道为什么不这么结巴 我是因为这个剧里边 我是一个呃 接巴 接巴 哑巴 也不是 不怎么说话 对 他是一个 在在在这个剧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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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里 性格上是一个 就是不善于言表那种的 也不怎么说话 然后但是呢 就是非常的 非常之凶狠 是不是 我看看他们都说什么呢 有朋友问你们的鞋啥样 鞋有啥看的 普通的那种 古装鞋 你是什么鞋 也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我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 当然不用一直Q我了 对吧 所以跟这些朋友们都互动起来 有朋友问你说日常穿这些衣服会热吗 热 夏天的时候会比较闷看 然后会一直 很热 这部戏确实没说多少话 我的语言组织逻辑能力已经完全丧失 现在想的完全是表情 然后想的是动作 完全已经不想语言了 好的好的 那我们下一个 我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了 嗯 那不行 你自己来呢 你是可以的对不对 我不行我不行 可以 这是他刚才给我的面包 你自己说吧 你演的是啥 大家好我是熬子一演 然后在距离是演乔思 怎么到我这我就自己来 在哪 乔思 是谁呢 就是我们小乔的弟弟 在我们心里也是一个弟弟 就是都很也很乖 然后也很活泼 也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 是吧 要参演的剧太牛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是 能说啊 我看 我想想 我帮你拿着吧 好吗 我拿着吧 你拿着啊 来我框三个人 请 但是有个问题啊 为什么亮度这么低呢 他已经努力了 对我已经已经很努力了 对 欧子一你好爱演说的 哈喽 我看一下 不是屏幕的问题 人生小舅子有点紧张 那在这个剧里 你的武力值 你觉得可以排到第几个 我想想 可以排个 那么个一 嗯 你把它放在哪里啊 可以排到个那么 五六七八位吧 也不是 差不多吧 你还是挺厉害的 还挺厉害的 那我排第二 第二呢也放不上 因为 排第三 第三吧 23吧 23名 差不多 两个姐夫出外 没有 当然除了这四个以外 吓我一跳 我说两个姐夫 对对对 两个姐夫 还有个姐姐 对 不好意思 他有两个姐姐 一个大乔一个小乔 我说两个姐夫 哇 这也太开心了 这下一次以为我说过了话 不是不是 对不是两个姐夫 他有个大乔 大乔的这个老公叫比智 然后呢 我是这个小乔的这个这个 这个 男君 是这样的 对 弟弟打仗嘛 对他基本 他的打戏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 是吧 基本上都在打仗 基本都在打仗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少年武将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蔡英国斗罗大陆什么 哎哎哎 哦能能能能能能 能说当然 没关系的 好嘞 那我们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 第一 哎 第三是我的活 哦 哈哈 我还是得干点活了 你给我递让快点的 来 你递一下子 喝点来 来来来 来来宝贝 给我别让喝点的 哈哈哈哈 看不清你笑 哎我有点看不清字 看不清我看不清我自己 这是 奶雪 吃块儿 你吃不了了 嗯 是不是雪芹啊 哎呀完了 你看 电话就扔了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毛雪旺的朋友们啊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帮儿啊 我们现在赶成您 您好毛雪旺 您 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的节目就叫这个名字 啊 您 您 孔雪儿吧 哈哈哈哈 孔雪儿不在今天啊 孔雪儿今天不在 那这次是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演的是乔姐的那个陪嫁丫头 陪 陪嫁丫头 当然也是她一个 一长大的陪嫁丫头 嗯 闺蜜嘛 就是我听说这是你第一次拍古装戏 嗯 也可能是 怎么可以这么说 第一次拍古装戏 也可能是怎么说的一个开始 嗯 很难 为什么呢你觉得 穿这种衣服 它影响我的那个 那个 招数 哈哈哈 你平时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 对对对对 平时我能文能舞的 对吧 上天入地的 我穿上这身衣服把我这个 禁锢在人间 嗯 当然你是也是能唱歌的是吧 不 我在你面前说我能唱歌 当然可以啊 我可以 就是我因为我跟那个谁 昨天说我说这个剧上了 有机会跟他合作一首 我说那个我俩 你俩合作一首 嗯 然后他一直在拒绝我 那不行就咋来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我当然没有你了 哈哈哈 我还在这儿呢 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的嘛 嗯 那你觉得这个这个古装 古装戏 还和你拍的一些 很多电影 这都是让你的 让你问的问题吗 没有 哇你真太厉害了 我一个也问不出来 你让我问我啥也问不出来 是 有点潜质啊 所以你们看完保雪旺 要不要 有没有那种长度加电影去弄一下 嗯 对就是你 你会觉得和拍电影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 嗯 因为你电影最近拍了不少 啊 拍电视剧 时间长 哈哈哈 哈哈哈 刚才这个话 我们就记得说 应该有人说过 我也是刚听陈哥说 哈哈哈 那对你来说 其实没什么区别 那人物 人也人 多嘛 咱这个 咱这个 咱这人多 是 就有些人这个 然后也 我没啥去 我能打 我这也能打 我之前 我们不是一块 就我们三个一块工作过 你这位见我 我觉得 就是跟那次见我麦娥是一样的 我那次注意力都在白羽身上 我没有看到你 哈哈哈 这次我仔细的看看你 我这次注意力都在你身上 哦 嗯 别人来我都是第一头的 那你们之前合作过是吗 你忘了 不是那开推 开推 开推啊 你也忘了 我以为你们合作过剧的 我怎么Q到白羽了 真的是 蹭人白羽热度 你倒也是 哈哈 我不是一起入到综艺吗 哦 综艺也是综艺的 嗯 对啊 我上次 对啊 上次开推嘛 对啊 他说去美就是他这次好好看看我 对我这次都注意力都在乔儿姐身上 那我这块也是 你也不 不允许我 这个有一些道德的原因 就是不允许我注意你 也不太至于 也不太至于 那所以你这 是不是距离有一个CP啊 哎 诗哥 对啊 哈哈哈 诗哥呢 诗哥呢 诗哥拿来 一直 是 你距离是一个CP是不是 那快点 诗哥还能装一个瓶里 装一个瓶里 多好呀 这要是数瓶我俩装不下了 是可以的 对 如果要给你俩的CP 取个CP名 你觉得应该 快取一个死哥 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 你俩先想 因为我觉得 学而思 不行 因为他俩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距离呢 是演一对嘛 算是一对CP 然后也特别的有效果 然后特别搞笑 就你会发现 移到他俩的画面 会特别的就是 让你觉得好有奇迹感 特别开心 嗯 还没想出来CP名 你再多说两句 我俩再想一想 我会想一个 你俩动动脑子 咱俩是小桃和魏良 嗯 炖桃 炖桃 炖桃可以 涼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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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桃是什么东西 涼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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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以 可以 刚才魏董说 吃口桃桃好涼涼 怎么玩 你干嘛 不要Q人家 对 涼桃也行 涼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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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看着挺热的 主要是 那还有什么啊 没有了是不是 是吧 就是才华就到此 到此为止了 我觉得那就这样 在这个CP名留下 可以可以 他们都比我们厉害了 你们有什么想到想到的 说他俩比较适合的CP名 也可以提供给广大的朋友们 感谢感谢各位 诗尼桃CP 哈哈哈 诗尼桃CP 诗尼桃CP 是什么鬼 有一招叫做猴子偷 没有开玩笑 来来来来 来了 来了 嗯 来你坐着吧 来 麦给你摘了 来了 没事没事 这是我们这个 王诚思老师啊 哦 对 我坐你坐啊 你坐坐坐 这是我们王诚思老师嘛 然后呢 这是这不用说了 这是我们这个 呃 我们这部剧里这个 怎么说 我想想这个话怎么说啊 票房过一百亿的艺人 哎呀哎呀哎呀 一百亿票房 一百亿票房的男艺人 电影咖 电影咖 哎哎 都买台我是不是 每次我们跟他吃饭 我们都只要是说聊 聊开了就会说 哎呦我们跟电影咖 在一块吃饭呢 就反正就很开心 就只要有他的画面 就一定会很有这个喜感 哎呀 接着过 你自己讲讲这部戏演的什么 哦 这部戏我演的是四大魏将之一 嗯 魏良 听着这个名字 就听着挺挺猛的 一定很猛啊 你的体格也在这儿了 对吧 一看就是猛啊 对吧 一员猛相 一员猛相 所以那你刚开机的时候说 你的新年愿望是 在剧里不要再演个短媒蛋了 是吧 你说过这话吗 嗯 这谁告诉你的 好细心有误 完了 确实是 确实是这么说的 那你觉得这部戏达成了吧 达成了 达成了 就是单相思 嗯 喜欢人家人家不知道 要么是我喜欢人家人家拒绝 我跟你讲 这回终于 最后有CP了 走一走在一起了 对 不都说宇宙的镜头 课CP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戏我觉得是 会非常直播的 嗯 那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比如说 因为你比较擅长的是 喜剧嘛 嗯嗯 喜剧节奏这块是需要怎么去 这个东西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是吧 你看看 与生俱来的 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喜剧人 对不对 就是节奏 节奏感 有朋友问你是活是真的吗 活都是真的 自己都活的 对 就是保持的 对 他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 可以说吗 就是有一部戏找他去 哦 哈哈 有一部戏找他去 然后呢 演一个好像是演一个 就是一个 演一个经理 经理 然后呢 他去之前呢 就是我去之前呢 就是剧组看的是我的照片 嗯 我的照片是有胡子的 然后去了之后 我还那天还专门打扮了一下 我说演个什么干净利索的打扮一下 把胡子就给刮了 然后到现场之后 你说啊 你胡子呢 哈哈 我说我刮了啊 刚刮的 我们要的就是你的胡子 然后那个戏就迷迭成 迷迭成啊 所以这个胡子也帮你找了很多工作 对 这胡子 嗯 是的是的 行的 那待会我们再见 谢谢我们的王城四老师 好 到这边了 这是你家的最后一位 对 我们家四四大家将 四大家将的最后一位 OK 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 哇 我这在坑是吧 我这个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叫啥名 哈喽大家好 我 我叫那个楚子俊 饰演的是魏朵 嗯 这部戏里真的是 它属于我们这四大家将当中的 虽然都很帅啊 但是它是属于颜值难当这一块的 而且也是一个弟弟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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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啊 那你觉得就是这部戏你觉得你有什么收获吗 跟这帮这么优秀的演员合作过 就我觉得吧 拍这部戏还挺轻松的 就感觉 什么叫轻松 就很好玩啊 这现场就没有那么紧张啊 因为我是演的戏比较少嘛 我这拍戏会比较紧张 哦 但这部戏大家天天在现场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个状态 对 因为毕竟是一个喜剧类的嘛 嗯 对吧 你不要QQ吧 你不要过来Q一口什么之类的吧 QQ 对比较 对比较 还有亮相是吧 对 可以啊 我看看 我给你准备了两个问题啊 好 你真的很用心 你真的给哪个人准备问题了 哎呀 怎么弄呢 你的问题就不用 不想知道 所以你明明这么优秀是有原因的 哎呀还行 哎呀 听说你的粉丝是叫龙女是吧 嗯 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凹子依 哈哈哈哈 是是 凹子依的粉丝叫龙女 你的粉丝叫什么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粉丝叫啥 你说 他们不会有一个就是那种统称 比如像刘端端的粉丝叫客户端 像那个谁像我们那个组文的粉丝叫小雨滴 啊 水滴 哈哈哈 这目前 目前没有吧 目前还没有 小雨 小水滴 对不起 对不起垮掉了 对没有 因为这个 这锅吸粉吸的有点 因为这个直播有点仓促 对不起啊 我这没太准备好 我已经尽力了 我真的是 哎 我的天哪 我帮你翻翻 都已经不是他那张丢了 不重要 哈哈哈哈 没有 他那张已经丢了 没事没事 那 翻车 没有翻车吧 你找到他那了吗 他那张已经丢了 再不知道哪去了 没关系 那你给大家 嗯 哦在这儿 在地上呢 天哪 这家伙给我搞的真的是 还真的 哎 写得好清楚 宋佐尔粉丝小水滴 小水滴 在这儿 嗯 这个能说吗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 不重要 不重要 对 就是 就是因为他你看 大家都知道他形象比较帅气嘛 对吧 形象比较帅气 我看你微博总发现自拍是为什么 哈哈哈哈 是不是认为一定是自己长得很帅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真的 就很喜欢 不不不我很 我其实不太喜欢自拍 不太喜欢自拍 对我不太喜欢自拍 那你觉得你的现代装好看 还是说 你喜欢你的现代装 还是喜欢你古装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没有演过现代戏 我不知道我现在装 你一直常常比如说上一些活动啊 综艺什么的 没有没有上过综艺 没有上过活动 朋友们 那只拍过古装戏 只拍过古装戏 我跟你说朋友们 你就看这张脸 我觉得在这张脸上写了三个字 戴爆卡 哈哈 是不是这样朋友们 记住这个人 好 厨子俊 记住他 谢谢 一定要记住他 哪一天一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我这个嘴症 我跟你说 绝对开光了 好不好 谢谢你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赶紧接住 一整个大翻车 来来来来 拿这个干嘛呢 说话 来来来 女性你来 来来来 我在这 我看来演你的卡片真的很厉害 你坐我的椅子 不然呢 你的卡片真的还挺厉害 你坐到我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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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呢 所以现在就是 哎 其实我们我们几个女孩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选型和选择那边 对 自己说自己吧 这个其实都是在我身边非常贴近我 然后跟我一起来到微博的一些春夏天地来吧 嗯 大家好 我是胡小婷 嗯 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对吗 对对对对 不要摁这个头 一直在摁这个头 给你打节奏呢 哦 这个哦 那个我在这部戏里边是演春娘 等于是祖儿的奶妈 然后是雪芹眼的小桃的亲妈 然后就是 就是等于是祖儿演的小桥架到了威国之后 然后把我们都随着带过来的 嗯 所以就是特别有情感的一个人物关系 就是非常好 然后也很开心参加这部戏 与这个优秀的刘雨宁还有祖儿 然后 哎我这因为什么呢 因为日常我跟你讲 我们春娘老师呢 在现场就是 我觉得跟她工作特别开心的原因就是 她每天都会夸我们 而且她的夸人的夸人的这个酷里面 永远有新鲜的词 比如说今天看到我说 哎小妞你这套衣服真的很帅 感觉整个人把你这个大高个的气质都衬托起来了 然后呢第二天看到我又会夸一个完全不同样了 完全不一样 夸人这块特别的这个 我是发自内心的 我不是 我相信 真的有 他们真的特别优秀 因为我比他们大很多 我属于是中年女演员了 但是是我们里面最自律的一个人 是的 没有之一是最自律的 早上四点起来跑步 然后就是 健身 我们这帮人 所有人就是把这个肤子露出来 只有她有腹肌 但是一红也有 一红也有 一红也有 我们宽宽吃夜宵的时候 那个姐每天吃的都是健身餐 就是 对没错 主要是岁数大了 害怕有油腻感 健身打人 也不会啦 怎么可能 你好像在点我 没有 是这样的 就是她在这个 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 她也算是 怎么说呢 就是撮合了这个这个魏绍和小乔这两个人 那你给自己的助公职打一个分吧 助公职 十分满分吧 你觉得你 你对待这份感情 你觉得你参与了 你就是帮助了多少 我觉得应该至少是七分以上吧 七分以上 对不对 但我记得你开场就说 魏绍这个人不行啊 对 而且每次出现 但是我喜欢刘雨宁啊 魏绍不行 我喜欢刘雨宁啊 真的 就是 然后那个魏绍这个角色 也特别有魅力 我们这部剧是 是一部可看性特别强 故事性特别强的一部戏 然后我也特别开心 因为我们在这部戏在一起 四个月的时间 几乎是朝夕相处在一起 是的 然后非常非常优秀 特别努力 然后雨宁还有祖儿 有的时候他们那种敬业精神 都特别让我感动 详细说了两件事 详细说了两件事 真的 很多优秀演员 就是比较 很多优秀演员 我们俩加了之二 对不对 你们俩绝对是之一 就是很少 我们两个只能战之一 他首剪刀布是谁 谁输就是谁 对啊 然后就特别特别优秀 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在这样的一部戏里边来担任一个角色 然后我把他们这个主线的人物 希望能够给他们大好 不要拖优秀年轻演员的后腿 这个是我这部戏想做的 那自然不会拖后腿 对 而且跟我们加了好多分 也感谢 谢谢我们 然后我特别那个祝福我们折邀这部戏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成 然后也祝福雨宁 祖儿 及我们全组的演员 我们能够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棒 因为我真的很爱他们 特别爱他们 谢谢 姐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对 大家怎么办 你坐你的 坐你的我家后面 没事 这个就是上升高度 你坐你的不用管我 这个姐都上升这个高度了 我该怎么说呢 哈喽大家好 我演的是小枣 也是跟雪晴姐一样是一个陪家丫鬟 然后呢 在这部戏里的我的作用就是主打一个陪伴 然后主打一个陪伴 然后陪伴女君一直在身边 然后撮合男君跟女君这样子 嗯 是 你是 OK OK 这个 你说 我说完了 对 主打一个陪伴 因为她的她很 因为她是一直陪在这个小桥身边的一个角色嘛 那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这个小枣身上能够让你 觉得能吸引你的优点是什么 信我优点是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孩 就是 就是她 对 我觉得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孩 每次跟女君在一起 也都是想着跟女君讨论 接下来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雪晴姐就是有CP嘛 我没有CP那我就搞事业 对不对 咱们就是一整个 是不是非常清醒 就是 对 事业型的女孩 对 事业型女孩 她们都看你很可爱很美 真的吗 谢谢大家 好可爱 一定会 我相信等剧上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小枣这个角色非常可爱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姚小小 我大名叫姚小小 小小 还是叫个小名 还是叫个小名 好吧 这是问姚小小的同样的问题 你觉得你在 住宫吃 住宫吃 你住宫吃 给个多少分 怎么着咱们也是八分以上吧 哎 我就问你 你在这个剧里有没有说过我坏话 没有啊 前面前妻当然有了 前妻因为 她好像真的很少 她是最少说你坏话 对 那谁说我坏话就做 嗯 好吧 也不是坏话 也不是 就是我们三个人 因为首先是这样的 我们在前期不了解魏少这个人 只是听说 所以这个呢 也是 比如说你当时 形容过魏少这个人的词语 都有什么 痴人 是我痴人 对 痴人 就是在不了解之前 就觉得魏少是一个很可怕 很可怖的人 就是怕他痴人啊 对一些 就是我有一句词去讲 是他痴人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 人都是需要去了解的 你慢慢了解到这个人以后会被他的魅力一点一点征服 就是 男君跟女君这样子 然后先婚后爱吧 咱们就是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 你给我们两个的就是 你觉得就是你看下来这些戏 你给我们两个的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两个人的感情 小乔和魏少的感情 就是甜度打个分 这个是最关键的 嗯 甜度 还好啦 甜度其实是 甜度我觉得是很高的 但是在这个甜度当中加了一次那么的小虐 嗯 其中有一些对吧 对 这个就需要大家到时候去看了 对 嗯 谢谢那你最后就是你觉得我们这个戏能不能包 必须呀 这必须的必然 是不是 你都有信心对不对 我当然了 我准备到时候大家来夸我呢 哈哈 准备好了啊各位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是不是到了 来吧到了到了我们这个 来 非常 来 自己来吧自己来 自己来 这是我们纯纯专业的啊 纯纯专业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 我是 坐坐咱们坐吧咱们坐 对 你坐这 你坐这 哎我坐你们俩中间的不好 你不在了 你不在了 你回来 就走了呢 没有看小狗 狗什么时候都能看 是是 来坐坐坐 啊哪个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你坐吧你坐 那你在哪 我站着 那我帮你举的 不要不要没事没事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来这个戏主要是为了替大家来欺负于宁 然后近距离听他唱歌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我也来得了 直接都喊你二皇子 哎 那当然他除了这个 非常优秀的这个 能说吗 没没没没事 腾训的是吧 啊腾训的 哦 哈哈哈 严谨 绝对要严谨 在庆云年里面 饰演这个二皇子 让大家非常的 记忆深刻 那当然我跟他基本上其实他的戏就是跟我对对对和祖儿的 主要就是我们俩 我俩是比较多的 对我们三个人比较多一点 对 啊还有小庆老师 嗯嗯 对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就是和你以前扮演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呃就是这个角色就是多了一个优秀的弟弟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就从其实在 啊 怎么你咋不在 站着摔着 站着摔 对对你觉得你在这个处理这个角色上有什么难的地方吗 呃 觉得不好弄的地方 弟弟比较高 当然你 为什么他 啊 就高一点为什么会 就是眼神终于有了一种想想艺人的感觉 以前都是比如说跟大家就对戏的时候都是都是正常嘛 就像杨阳眼睛 对他因为他他真的很高的 眼睛变得小然后就咱们在一块的时候我眼睛可以就这样 所以你知道那个这个戏里哎这些能说吗 说可以当然 就是系里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一些姿势跟我以前演戏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比如什么姿势 比如说就是都是都是像个小小狗一样两个手就是就是这小狗一样 然后可以会会低着头这么着看着人然后最后像个小丑一样那种对 但这些都是你被这个人物想想的一些这个一些一些点吗 呃对 因为因为因为你觉得因为我是我对你也是根据现场的演员演员的外形 可能其他人可能就这样呢就要就跟着恐龙手了就变成了 哦是这样的当然这个端端你们可能这个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知道了因为他是他其实唱唱歌也非常之棒 对对对唱歌真的是非常之棒 因为其实可能观众朋友们就是了解于您的可能前段时间有一个戏我们俩有一个联动的片头片曲 是的是的 嗯估计大家应该能够知道 嗯估计大家应该能够知道 对你唱的片头我唱的片尾片尾片尾 太遗憾了,应该唱一会,回头吧,回头我去你的直播间 那也不用了,咱们可以自己玩,我的直播间哪能配得起你的歌 等我演唱会,我叫你去玩,当然你来是我的荣幸 别别别别别,那我太好了,你不说今天能够有机会弄 明年不弄了,明年我提前跟你说,可以到我们演唱会上玩 有风说咱俩合作一首,那就看大家有没有希望听到我们俩在一会儿唱歌 然后之后咱们还弄一下,灌篮高手是什么意思,你最近是唱了灌篮高手是吗? 我之前也唱了,之前唱了,哦,是节目是吧? 对啊,你也唱过那版本,我没有,没事,咱俩偷偷录一个 可以的,有人吃醋了?不是,不是,是饿了 饿了,那饿了就差不多了是吗? 差不多 行,我们导演还没去呢,是吧? 导演 所以,所以该去 哦,对,行,好,没事,一会儿我们还有,还有吧 我们都饿心慌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都饿心慌了,好吗? 没事,咱俩要拿着一张,你拿着,咱一块,咱一块这张 你拿着,你拿着,你不拿着 没事,我嗓门大,你嗓门大 我嗓门大,我嗓门大 你拿着,那导演这边交给你了,你来吧 你把这对纸条子给我 我们导演拿去了 走了,走了,走 去欠,给你这个呗 这么快就天黑了,还行 哪里,一般都是主书 你可拉到,你拿着,快点 我,我,我,你拿着,拿着,拿着 拿着,拿着,拿着 一会儿你去采访导演吧 我真的有 看一看 你找这个 在这呢 给你准备好了 你找你问他吧 别 我不 别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本来是一个干 干干干饭局啊 就是要吃饭的局 所以给大家看看 待会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啊 那这我就更不想问了 哦哦 好香 看吧 我们剧组这个伙食就是这么的 哦 狠啊 这是 底下有小饼 底下有小饼 你要找到那个小饼 什么小饼 哦 底下在热饼对不对 小饼 哦 哇 这是那个啥 这是一些调料 蔬菜 两只羊 这还有一只羊 是是是 然后那个锅里熬的是那个 羊汤 一会儿 这纯纯的干饭局 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些 小小的互动什么东西的啊 来走吧 我们找找导演 料酒是吧 料酒是吧 找导演 走吧 走吧 我们是不是集体找导演 OK 走走走走 快 走走吧 走 走 来了 来了 我找你去 麻烦 来来来 那闪事吧 这光好一些 哈啰 哈啰 给你你的麦克风 快 来不来 导演 由你来 来 我哪敢问导演问题 随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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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搜搜的男士 为什么大家叫你搜搜的男士 是你自己起的吗 没有就是因为这部戏嘛 然后呢 看着与您的直播那么好 我就蠢蠢欲动的也开通了一个自己的自媒体 然后呢 大家就给我取名叫做瘦瘦的男士 其实每一个都是反义词 也没有啦 你现在 我跟你说这个词起源是什么 就有一天这个我们去吃饭 咱们去吃饭 然后呢 拍到了他 然后呢 说某某某和某某某 身边跟了一个胖胖的 胖胖的男士 我看过那个 搞我们邓柯导演叫胖胖的男士 所以呢就是 呃 所以 所以就说我不配拥有姓名吗 对呀 为什么我们邓柯导演 我邓柯导演 你们居然不配拥有姓名 是不是 但是现在也是这部戏 你你胖了还是瘦了呢 胖了胖了 从上部戏到这部戏胖了二斤 我都不知道 对就是 他平常都不怎么吃的 他平常不怎么吃饭的 他每天在那里喝露水 然后 但是他就是因为太过辛苦 所以就身体 就是一些报警的机制就长胖了 但是其实吃的很少 这灯也太亮了这个灯 对 他们投诉可能就是我们的小饭桌有点太多了 所以已经不准我再带你们吃饭了 每个文化呀 是不是 对啊 而且我们每天吃的真很开心 吃一顿饿三天 就这个我们组是唯一 我们导演是亲自会给我们带头带我们吃的 正常的正常的导演都会说 哎你不许吃了啊 你们要减肥啊 你们要上兴啊 你怎么样 但我们导演就随便吃 还给我们准备 发肠 还给点菜 哦 对啊我反正了 真的是剧组超级大的福利 这个是 这要让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什么是最独一无二的 快兜腿 呃最骄傲的当然是能跟你们俩合作啊 还有大家优秀的演员合作呀 这个回答满意吗 确实啊我现在很满意很满意 哎前两天我看到有条评论特别好玩 他说那个这个戏拍到一半的时候导演就知道了 然后呢他说看邓克导演现在开始发自媒体了 我还准备他以为他要说我 什么不用心之类的 结果他说的是那看得出邓克导演对这部戏一定非常的有自信 我就默默给他点了个赞 我确实现在非常有信心 那我的天哪那是我们的荣幸了是不是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你问哪 我我我我我当然有啊 对就是还有还有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邓克导演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我相信你们也看过好多 包括一些早期的包括前两年的戏 那当然接下来最令我们期待的就是两部戏吧 是两部吧 是两部 两部都在咱们腾讯平台 都在腾讯平台 一部是与凤行 那就是立昂和林更新老师 对 刚刚拍完然后就又拍了我们两个人 那你这样我们说一个大不为的一句话吧 你觉得这两部戏都好 都好才是能一起飞 我们一起飞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大也就是质量的保障 没说的当然 我们就是几项天花就可以了 而且据说就是与凤行与您也要参与合作 然后呢我们回头揭晓 哇 主玩也要参与一下 到时候我们找各种办法 好 总能猜一下吧 对对对对对 那个片子的底下一直在那里跳舞 哈哈哈 有个小鸡小小的人一直在跳舞 哈哈哈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不是等 等什么 等等他们那个餐是吗 是不是等等等那个啥了 可以 差不多我们可以吃饭了是吧 哇 半天了 这是我们剧组最重要的事 对 拖到了这个点 实际上不应该 你们要看好吗 你们上那里怎么这么 就等到吃了是吧 知道我们今天吃什么了吗 刚刚给他们看了 哦 简餐了 这是我们剧组简餐 简餐 对 非常 对对对对 非常的基本的餐 那谢谢各位 然后此时此刻呢 我们就准备要吃饭了 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小游戏之类的 然后给大家一边聊聊天什么的 你都想去了 你来不了 谢谢 好 那就把这个交给我们的 这给您 好 来 那就是入桌吧 来 我不知道 文玉 我去放中间吧 怎么做 你们两个坐那吧 对 我就坐在旁边吧 那与您就在那 对对 好啊 你是真不跟 几个女人都在一起 老魏 老魏 你过来跟我坐 来我来 你坐这 来往这坐 你坐那边 往里坐 往里坐 哎我到后边 来 来 哎 没有没有没有 你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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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不是我们再往这边一个就好了 不是我们再往这边一个就好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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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了 让我们刘老师接我们刘丹丹老师 哎呀 心了 啊 还给我们上菜了 谢谢 太辛苦了 不可以 不可以 不行出一定做好 这边 剪菜啊剪菜啊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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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菜给上完 对 我自己按摩一点活动 你别 来来来来 我们那边 哎 那没有少了 就这 等到就这 你坐坐坐 我往往边 一起 跟我一起 我往后面上 你不要坐我腿上 你不要坐我腿上 来来来 我帮你吧 你帮我 不用不用这还能坐 这能坐 下面装过来 下面装过来 从下面装过也特别适合角色 来来来 来来来 有哥不要录起来 有哥 里边还有凳子吗 有有有这有 把我全都拿 你 你 加油 你把腿搁下来先 我们就这么撤着做 撤着做 撤着做 等会呗 汤 有了吧 汤筷子 来来来 我到这边来来 所以现在开始吃播了 对 有够吗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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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够 够 Comes 本当佟 有了 快 '? 想 砸 出了洋台 和 醒 编 这是人汤往部传一下 对 嗯 这儿 合适吗 本中 哈喽 哈喽 哦是这样的 你干饭了 哈喽 给汤那边 哦汤 来来来 谢谢 好够了你那边弄 哦哦哦小饼 小饼 小饼 一 两骨都可以 哎呦那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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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谁也挡到你 谁也挡到你 你看我这忽略了 哎谢谢谢谢姐 谢谢老板 哎 谢谢老板 哎 你们汤 这边有 这边有 谢谢 这个汤 这有了 这是什么 有了姐 还没开吃呢 是吧 那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啥呀 主持人 哦小游戏 哦 小游戏 哦 要大家依次抽取 并且满场里面的 嗯 但是里面说不准 也会有一些小惊喜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依次邀请各位老师 抽 当然第一个 就是我们 瘦瘦的 导演 哎 哎 您拿个麦 您拿个麦 哦 然后呢 是如何 哦 就是这样是吧 哦 就是这样是吧 好好好 我喜欢数字7 那我就来7哈 是这样吗 哦 我喜欢6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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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都没有 是什么 看 看 挖呀挖呀挖 挖 挖出来一个看什么 请小乔卫绍现场模仿我导戏的一个状态或一句话 还真是 嗯 嗯 可以 两位 来吧 来吧 你先来 你模仿导演 你模仿能力很强的 来 为什么美丽的小乔为大家 就是就是现场导演在工作状态上 你这样显得我们好像很不熟 哈哈哈 不过也确实是 因为我都在监视器那用对讲机 然后所以他们 导演是这样 他 正常人家是 好多导演 也不是正常 就很多导演的喜欢 先喊卡 然后再笑 他每次是 哈哈哈哈 卡 哈哈哈哈 哎 你不是给我的头发也取了名字吗 你可以把它介绍给戴呀 这个是Lucy 这个是Amanda 这个是Lily 就是他每天头发都会抓的 他们现在跟主二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对 比我的关系都好 对 来 我模仿导演啊 哎 你想不想模仿一个 我想赶紧模仿 不是 你跟他毕竟合作了三四部戏了都 是不是 你先来 我先来 我想想 我猛着了 这样吧 你模仿一个喝酒的表情吧 喝酒的表情 喝酒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你来一个 你先来 你先来 我想想想 我想想思路 你看的是你 不重要我不重要 你来一个 我不重要 我不重要 你来一个 抽到身体面主控 我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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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腿太长了吧 是这样的 可能就是因为导演 总会在现场 特别鼓励我们 就是 就是比如像 这个镜头 比如说我俩是一个感情戏 他就会在这 哎好好好 好甜的 咔 就会这样 给我们一个鼓励 之后呢 然后再喊咔 就是整个 整个工作的氛围 你会觉得特别的 有信心 就让演员有时刻 保持一个信心 包括有些演员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 我见过 这是我唯一见过一个导演 是这样的 一个演员可能 在演这个情感戏的时候 就是他哭不出来 导演就到他跟前 你想一想 现在这个人就是你最重要的人 一直最后导演先哭了 哈哈 这叫咆哮讲戏吧 身体力行的一个导演 反正现场也给了演员很多的帮助 到你了 来吧 没有 没有 这是门开门 可以了 结束了 行吧 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正在喝汤的小乔 哎呀 接下来门到你喽 你看我们小乔会准哪个呢 这个 这个啊 请所有演员进行投票选举指向你认为的剧组之最 好 来吧 我们直接举手吧 直接举吧 举吧 举吧 谁在剧组是气氛担当 3 2 1 到底是谁啊 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 你是最多的 我吗 对啊 不是 不是 不是公孙杨吗 没有啊 是你啊 他不老来 哈哈 我现在也打一个问题 对啊 我是 我是常驻 啊 啊 第二个 谁在剧组最爱吃 哎 最爱吃 那是 人家看体重 这个吧 这个看体重吧 这个看体重 咱们从体型上也能看出来吧 从体型上也应该能看出来 一直在减肥啊 对 因为有一天周五是这样的 他是一天没吃饭 然后呢 然后我那个 我的休息的地方会有微波炉 他说 这都不能说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反正就是挺好 挺好 就是我们比较爱吃的啊 好 三 谁在剧组最爱请客 那 你这必然是 你看这顿饭 我们不能没有感恩之心 对不对 三二一 谢谢导演 以后想和我合作的演员啊 我们所有的餐都包了 今天邓工字买单 哈哈哈哈 好 四 谁在剧组最喜欢主角 谁谁谁啊 那个公司买单 这个不是单纯爱爱组局 也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 开始的关系大家就必须要很密切 所以导演就很贴心 最开始的时候就总是拉着我们大家一起 在一块吃饭 熟悉一下 对对对 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谁是剧组的养生达人 那 必须是那个浩晨 我觉得浩尘 浩尘爱喝茶 他基本上是每天回家得泡茶喝 看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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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肖也是玉米须茶大使 这两个平常应该已经睡了 谁是剧组的健身达人 这不用说了 但是我们依侯也是 依侯也是 他俩随最卷有氧 谁是剧组的搞笑担当 这 都很好笑 我们其实都挺好笑 我这很满重啊 你不不 你好笑的 我好笑的 你太好笑了 你太好笑了 因为我觉得是不相伯仲的 因为这里面都是喜剧演员 对不对 我们雪芹啊 对 但是从长下来说 他更好笑一些 还是你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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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你们都是笑话 可以 好 谁在剧组画的最蜜 这过一个吧 这还真不是我 我画很小 你蜜 你真的很蜜 不要啊 这不可能 不可能是我 真的很蜜 你是不间断的 好的 好了 我完事了 我下班了 行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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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啊 ok 我来吧 我的新闻数字是4 那就来一个吧 哇真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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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音乐的人嘛 嗯 谢谢 谢谢 我看看我的是什么 是每位演员分享一个在场其他演员在剧组的趣事或者糗事啊 谁有特别想就是那种在这个剧组被人霸凌了然后先想报复一下的有没有 哈哈哈哈 有没有那种被欺负到的 哈哈哈哈 这样咱就 咱就挑五个朋友说吧 好不好 好 好 那就 呃 陶来一个吧 陶来一个 陶来一个 说一个趣事或者糗事 说一个趣事或者糗事 嗯 其他演员的 其他演员的 糗事 拿着拿着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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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那个斯哥每次一开始他就管我叫雪芹 他应该管叫小桃 但斯哥就是雪芹的 然后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犯过一次错 那天没有人听出来 在场没有人听出来 我说斯哥 然后那场记得要过了 陆月老说你刚才喊的是斯哥 没了 就等我 就我一个人 我再说一个要那是 哈哈 跟他们不好太熟 跟他们没有 顺娘说一个 你觉得这个组里的趣事或者是这个 那个 谁的糗事 就这些演员里 谁都可以 大家没有什么糗事都很体面 对 对 我们只剩体面了 我觉得我们这 我觉得我们这部戏里都是趣事 对 因为这么愉快的创作团队没有糗事 我们就是糗事都是特别有趣的糗事 好 好 好 来 那边也快 代表说一下 那边那边 来吧 那魏朵来一个吧 魏朵来一个吧 我和肖一起说一个 行 拿这个 就是我们那一次 不是跟 曲玉哥吗 我们三个人拍戏 然后王导说那个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叫 就北方的语言叫什么 烧崩 烧崩 然后我们听成了收工 然后魏朵哥听成了收工 然后他直接把衣服脱掉了 然后我们过去看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收衣服了 他说不是收工了吗 我说没有 说你开始吐槽导演了是吧 还没撒清了 还没撒清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来 来 司哥来一个 说个文吧 那司哥说都自己求事 说自己的嘛 我只能说自己的求事了 这会做人 这会做人 有天我跟雪芹拍一段感情戏 那个马上不是很听话 每次都是挂在马上出话 好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下一个谁 好 接下来是轮到我们魏妍老师咯 魏妍老师 到我了 来 好 那我就 那就是四的话 那我就两个四吧 那就八 好 好 那个男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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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吃 好吃 快做 你拿个不上 反正就挺老的 不是 刚才他拿走来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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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们 好 好 请魏佳男团和侍女SHE听指令拍摄一组搞笑表情包 哎呦 好的 大家 慢停一下 吃饭 来吧 开始做表情包了 SHE SHE 和男团 我们先要不这边 我老师们 想想 SHE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女军 男军又吵架了 女军 男军又吵架了 女军又吵架了 哈哈哈哈 你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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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做自己 各自做 各自做各自 就是 三二一 三二一 开始 哦 哦 哦 哇 出席的仪式 那男团 男团 这个 下面换下一个吧 好换下一个 那下一个是 可以啊 今天休假吧 今天休假 来个今天休假的一个表情 今天休假的一个表情 帅气 下班的感觉 下一个 下一个 那个谁 那你们再来一个 支持男军女军 来 三 三 二 三 二 哎 哎 我觉得下面这个可以让他们四个做 这个叫做 你是 你是说这个吗 对这个 好好好 天天 哈哈哈 天天 哈哈 天天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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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啊 下一个 下一个好 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就是 一会儿呢就需要那个男团跟女团一块做了 最后一个是支持女军男军 啊 刚说了这个 在线吃瓜 在线吃瓜 对不起 在线吃瓜 在线吃瓜 就是你又又发现什么那种有趣的事 在线吃瓜 好 那我们往这边看 你们往这边看 对呀 这是个蜻蜻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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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嗯 我选一个二 行 好半 哈哈哈 这桌子投不下去了 那二啪 请,请小乔卫少拍搞笑五连拍 来吧男军女军 来搞笑五连拍 行来搞笑五连拍 搞怪一点 第一个就先摆个鬼脸之类的 可以吗 你啥样 我这样 好 三二一 第二张 第二个来个啥 你想一个搞笑的 你想一个搞笑的 导一下戏 导一下戏这边 三二一 你不是特别能学刘雨宁吗 就他每次走回监视器的时候 那个敲着二郎腿 手放在这那个状态 手长脚长 二一 你刘雨宁标准动作 还有啥 我想想你的标准动作是啥 他的标准动作是这个 三二一 对吧 他还有一个 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摇摆舞 摇摆舞 这个动态动态的 来个来个 等一下他们都会跳 你来 一起来 一起来 你会吧 我跳舞 你先演示 一百走 这没有什么 高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对就是嗨 就是放什么曲都嗨 就是真的 什么曲都是一个舞步 把这个词要带着 对 就没 没 你说下原因 就不能说那个原因 不能说 那原因不能说啊 Q到其他老师的 没有 这就是我们系里会出现的一个 是的 行吧 那我下一个呗 好 下一个吧 来吧 来吧 等你吧 这 嗯 下一个 嗯 这个呢 很好 谢谢 谢谢 来 五 五 嗯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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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就这个吧 嗯 请问 祖儿 女宁 端端 在折腰剧组 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 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 我 我 那我先说吧 面对最大挑战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组呢 都是 就是 我觉得我合作这些演员都是非常之成熟的演员 所以呢 就是 怕拖大家的后腿呢 我又是 可能需要 有一点担当 所以呢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和一些这么成熟的演员一块合作 是我最大的挑战 嗯 我们和你 我们和你合作 合作压力都很大 他以为是有 我这个 我这个最大的挑战啊 最大的挑战就是 因为我来的时间是分阶段来 然后不是一时 就每次 但凡一拍和 弟弟和小乔的戏吧 我就在现场这三个人我就自己不知道站在哪 然后这个话也不知道该 就是 看他们两个人在那 对戏我也不好打扰他们 就是看着面前是天天在撒狗粮 这个是 这是面对我作为胃眼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没错 这是说明进入角色了 真的是 进入角色了 嗯 好没有了 来吧 来吧 到你了 来 我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是控制体重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太喜欢一起太喜欢一起吃饭 不是 那天你不是说最大的挑战是男主一般吗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了 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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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这话 从来没说我从来没说过 你越这样没有感觉越像我我说过 没有了 不会的啊 嗯 控制你的体重是最最最难的 对啊 你还没吃上呢是吧 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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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我们的胃上了 你可以干饭 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公克洋碗吃了 来来来来 我喝口汤 我先我先戳一下 好 我来个 你要出吗 这个这个 还有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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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喝一下 啊 王河三 请问导演 您在微博分享的那场最厉害的戏 是什么 好 展开 讲一讲 哇 那场戏是我们的一个 那场戏拍了有三天都没拍成 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个浴桶 然后那个浴桶里要放很多的冰 然后那个冰呢前三天都化了 所以后来好不容易在第三天的时候 终于就拍成了 嗯 大家想到这应该知道是什么戏了吧 反正那天拍的时候 我是一直都没睡着 后来 腌酸菜嘛 当时就是 对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准备冰块压石头啊 对啊 准备冰块压石头吧 啊 很唯美很唯美的一场 很唯美的一场戏 对对对 好的 那接下来轮到我们的 桥石老师 桥石 桥石 来吧 到底带一个我来 我走后边 我走后边 你走前面 还有事 这个 好复杂的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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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来个 后面没了 那我来个前面的吧 吃饭 什么 再折腰一次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再折一次 再拆一次 啊 我没理解了 这个梗有点 我没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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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老师陪再来一次 我来个 酒吧 这个吧 这是酒吧 对 那是六 这是六 看你从什么角度看 什么纸呢 弟弟 眼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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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好酒 请问李沈秦老师 第一次眼古装 有什么好玩 或者新奇的事情 刚才我问我了 没事 来 再问一遍 生个别的 我每次啊 脑袋的知识多 对 我每次都会问 有什么趣事 我也说好几个答案了 我现在再想一个啊 拍古装有什么趣事 就是那 哎呀妈 对不起 就是 就是我们天天得跪着 就得跪着 一开始跪的时候 然后我 我跟那个 司哥 我们俩 老得一跪 那我们俩 由于就是年龄也比较大了 然后身体机能有所下降 一站起来就发出 哎 的声音 所以也就是受到了很多嘲笑 因为因为年纪大 没说你 怎么可能 就别跪 没说 因为这军师 虽然他素手大 但他不用跪着 对 就我们这种平时的跪着 就是经常就是跪跪就站不起来了 然后还有的时候 上台阶就自己踩自己裙子 啊这个 这是我们三个最常见的啊 一开始 大家还为了保持一个形象 然后不提裙子 那是硬踩往前踢 后来大家都 像提两个水桶一样在走路 对 然后后面的裙子 来磨磨叽叽的 哎呀 都不想提了吃饭的时候 哈哈 没了 没了 可以 那再下一个问 我再下一次再讲吧 还得问我估计 还有什么趣事 啥的 那我们呢 这一集老师来抽 哎 哎 老师想抽 茬儿 茬儿 这次演少年将军 请问敖子毅 这次演少年将军 有印象特别深的一场打戏吗 哈哈 我点了个慢台 哈哈 招呼喚别人 哈哈哈 敖子毅 啊 印象深刻的打戏啊 嗯 那就是陆黎大会吧 陆黎大会 对 那你 打的最多一场戏吗 那天打那场戏拍了几天打戏 拍了三天吧 那你对打戏 一位一 一位一 你觉得你对打戏有什么 就是你会很恐惧他 还是觉得蛮酷的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 我 本来是没什么想法的 打完之后 看见那个摄影机回放 我觉得好帅 哈哈哈 可以那一位对 可以多接这种 少年将军的戏啊 行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那张老师来抽咯 来来来来 你就上前面吧 你上前面抽呗 在前面 抽一个十四吧 看一下是什么 什么内容呢 上腾讯视频预约折腰 哈哈 突然打高 很好 太迟了非常辛苦 哈哈 太迟了 非常辛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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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不想来得回家背两天 哈哈 哈哈 好一备 3 2 1 上腾讯视频,预约折腰,出! 好好好 折腰 是,预约折腰 还没约的朋友,约一下 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收看,然后呢,我们也就,踏踏实吃口饭吧,这会儿都没咋好好吃,然后也难得,对,要不浪费这些东西 那咱们就下次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那咱们就下次见了吧 那咱们就下次见了吧 小的就下次见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